欢迎你收听由令明日良事公制作 《爱意吐告爱爸爸》 从十个方面为父亲吐告 第八篇《永远的自由》 我很欣赏一句至理名言 是父亲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他说 好朋友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这一点真的没错 身边有好朋友就不会孤单 好朋友也会关心你的需要 并且乐意跟你分享人生中的起立和重担 在耶稣降世为人之前 只有两个人被称为上帝的朋友 在《出爱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 上帝对摩西说话就形容是 好象人与朋友说话一半 而亚伯拉罕呢 则被称为上帝的朋友 而令我感到猜疑的是 耶稣会称呼那些属于他的人 为他的朋友 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 耶稣说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主耶稣向我们所怀的友情 真是好心 并且他甘愿为我们写明 就好像 在十五章十三节《约翰》说 人为朋友写命 人的爱心没有给这个大敌 耶稣能够成为我们亲爱的朋友 这是何等特殊的恩典和福分 祂是我们的自由 永远不离不弃 祂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 又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祂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甚至你和我内心的伤痛 在危难的时刻 祂也似下救用的恩典 主耶稣真是我们的自由 邀请你我们一切为爸爸祷告 愿爸爸有好朋友 听祷告的主耶 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又顺 满有怜悯 多洁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模 求你将这些智慧 都辞给爸爸 求你使祂得着圣灵中的喜乐 帮助祂揭力追求和睦的事 并且能够建立得行的事 在家人、親戚、鄰居 同事中间作和平之子 乡中人大显温柔 又在各处显阳 那些因为认识你而有的香气 愿他随时随地说造就人的说话 好叫身边的人到得着逆处 让我们安静遍刻 把爸爸的忍制关系 教头备住 天父啊 求你赐福给爸爸 让真心代他的好朋友 都能够围绕住在他身边 求你带领他 认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朋友 使他得着鼓励 渴望认识你 愿爸爸以主耶稣基督为一生的自由 永远与主同行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祷告 阿们 灵修经文 《雅各书》《二障》 十八支二十六节 第十八节 别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自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自给你看 你信上帝 只有一位 你信的不错 魔鬼也信 却是诞经 虚佛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 把他、义子、以撒、牵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清义吗 可见信心 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这就仍然经上所说 阿伯拉罕信上帝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 这样看来 人清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因着信 既女拉罕接待是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 因行为清义吗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不应该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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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刺激 可念